登记管理封关运行正式实施 随着倒计时结束 3月1号临时 恒情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实施封关运行 这标志着构建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新体系 迈出关键一步 有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探索 更好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随着临时已过 在另一边的海关查验通道 首批经一线进入合作区的白名单申报旅客也随机到来 每一位旅客手里的物品都成为关注焦点 澳门居民周先生凌晨时分从澳门回到居住地恒情 尽管刚刚下班 但此刻的他兴奋之情盖过了一天工作的劳累 因为工作在澳门 然后所以刚刚下班这么晚回到恒情 居住在恒情 所以算是情傲一体化的见证者了 这个政策对我来说是 每天往返的来说 对我来说是便捷了我在工作当中所需的行李 需要往返的时候 这个额度的提升 以及自由的自用的物品的携带方便 给我了很好的辩解 按照恒情 域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规定 恒情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设为一线 恒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 其他地区之间设为二线 有关政策明确了合作区实施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的税收政策 有了这些政策 旅客手里的行李和物品将更有烟火气了 在动植物检疫方面 合作区允许在区内学习生活就业创业的 澳门居民携带一定数量的动植物产品 进入到合作区 其中包括熟的肉类 熟蛋及其制品 有商业包装的动物原性乳及乳制品 新鲜的蔬菜水果食用菌 以及鲜切花等等 那么澳门居民在澳门 经常使用的水果蔬菜 还有蛋挞熟食肉类都可以带入到合作区 这将极大的便利 澳门居民在合作区的生活和就业 而作为二线通道之一的 恒情大桥二线通道海关监管区 合作区也正式落闸 对应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随即启用 查验厂工作人员上岗 货物物品和综合管理等配套政策开始实施 促进澳门经济势度多元发展 是建设恒情约要深度合作区的初心 实施分线管理封关运行 是合作区落实初心使命的关键性措施 将有力推动澳请之间的人流 物流 资金流 信息流 更加高效便捷流动 让在合作区学习 就业 创业 生活的澳门居民 感受到更加去懂澳门的生活环境 为澳门新产业 新业态 在营造宝贵的发展空间